小雅 早晨 早晨 是 大家晚安 早晨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日 一早起床在看 Elmer 出一些難題來的 我不是難題 我這邊很緊張 說有五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戰鬥群很厲害的 一隊就是五隊 戰鬥群的意思是 又有潛水艇 又有護航 又有什麼驅逐艦 差不多六、七艘船 還有每一隊幾千人 七千多人就叫做一隊 這關係是這樣的 它的航母 航母當然要帶飛機 航母要帶護航艦 航母自己攻擊別人的能力不強 那些要去護航艦才行 所以它的戰鬥群 就是這樣解航母 不是航母傻傻傻 出去了被人任打的 一架航母是一百架飛機的 是不是? 那些很小的飛機來的 航母上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原來在航母服役了幾年 後來我還上去 我以前還發過那張照片 我坐在羅斯福航母的立陷掌室去加纜 後來我那個朋友是個兵來的 他說他服役了幾年 從來沒有上去 他不准上去的 他說你上去 我就是舟長的客人上去的 總之是這樣 你看了的時候 我看不見 美國這邊看不到這個新聞 他現在說 我都很留意這件事的 就是美國做美國軍隊那種組織能力 還有那些實力 真的很厲害 你看看 從南韓 日本 接著就是台灣 接著後面就是Oakinawa 一直到來菲律賓 最近這幾個月 菲律賓那十一個基地全部都開了 原本美國走了 美國走了 今次跟他租回了 而且那些基地又做訓練 又做做什麼 操練 操練都很厲害 擺滿了 我們那時候知道 那時候叫做Shibic 那個很出名的 Shibic 那個海軍基地 接著空軍基地叫Klark 那些很出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打日本仔的時候都已經用了 現在全部都擺滿了 因為他用開 那些全部是他建的 就一路就馬上拿回來 用得 所以變成了這個重兵了 現在整件事 美國這邊也不是說要打仗 但是重兵 整個第一島鏈的那個重兵 就真的是 真是厲害了 美國真的當中共是頭號敵人的 不是說我說壞 他 說回星期五去跟人家開會 我今天在Patreon 剛才拿了一篇文章出來的 這篇文章不是說第一島鏈的問題 而是說美國現在的軍事 寫這些人 那些作者 有一個海軍上將來 我全部都認識的 星期五他們在開會說這個事情 他們說現在的部署兵 拿中國的話來講 就叫做一仗無能 累死三軍 誰說哪個重要 上次那幫人 沙盆推演台灣 死去部署 到處現在就到處去部署 不知道在哪裏 歐洲就出事 出事 部署了這麼多 但是現在華盛頓這邊的指揮部 到底下面要做什麼 到底哪裏真是被戰 不知所云 一仗無能 累死三軍 他們在文章寫過 現在整個總統是痴呆的 整個副總統是沒有能力的 整個國防部長是病的 整個國務卿是不知所云的 所以現在怎麼會呢 其實華盛頓有些人 它又不是說緊張 但是就看到美國現在 如果出事 真出事 這邊指揮能力 我也不知道 我又不研究這些東西 是聽它的人在這裏說的 所以我推了一篇文章出來 它的文章叫做 缺乏可信度 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威懾力 而這些軍隊去亞洲的威懾力 到底有多少威懾 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就不知道了 這些部署多數是他們白宮一起談的 在白宮裡面談的 不是未必在五角大廈談的 五角大廈當然沒有部署了 就是在白宮談的 五角大廈是負責去執行命令的 沒理由五角大廈 就是五角大廈會提供總參謀部 但是最後那些跟外交政策同一連在一起 一定是 總統是總司令來的 就是內國談 就是總統那裡 國家安全 你到華盛頓 我就講一下普及華盛頓 這些知識 五角大廈在Virginia 繼續過了河的 不在華盛頓 最初進去 進去樓梯 拍了很多照片 那些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是這樣 白宮西域有地下通道 大家在那裡開會 我好像在國安會門口 我好像在那個門口還拍過一張照片 很久以前 我先拿出來 白宮西域 大家討論要注意 現在這些總統就做不到事 他是總司令 總司令不下命令 他又不知道怎麼做 不知所聞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亞洲的形勢是真的緊張 就不是這麼緊張 因為我又看不到中國動 中國沒有 中國完全沒有行動 中國有行動 我又是講回我前幾天的Facebook 大家如果回去看 我有一篇長文章的 這個是《華盛頓日報》的長文章 就是專門講中國的造船能力 中國現在的造船 它的造船能力 美國的造船能力 美國原來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國家 現在連潛艇都做不夠單 中國突然發展了很大的造船能力 所以中國的海軍就變成世界上最大的海軍 美國現在緊張 美國也不知道怎麼做 美國現在 它是只有軍工做一些軍艦 但是整個造船 因為工業基礎壞了 造船能力就不是這麼可以 所以不知道 我現在真的只有很多人害怕 很多東西 中國沿海的商船 全部是私人公司造的 都不去那些大的船能力做的 在岸邊那裡就自己做出來的 是啊 是的 所以現在 今天 我昨天還撞了另外一篇文章 大家看 美國突然間太空軍很緊張 太空軍 既然今天講開經濟 就講太空軍很緊張了 就是法國中國新發上去的 叫太空眼 太空的監測儀器比以前先進了很多很多 美國現在就真的挺警惕 太空軍對美國發了好幾個警告的了 但是前幾天又出來說 俄國發展了太空核武器 緊張了一段時間 但是要訓練了 所以現在我真的真的不 現在我做了這麼多年的新聞 做了這麼多年的媒體 經常都要最大的力量 最大的關注力 就要去真的分辨哪些假新聞 哪些真新聞 如果真不假分不出那些 就不當消息說了 就當人家猜測說了 他說現在白宮很多時候在這裡虛張聲勢 根本沒有一件事 找些事情來搞 就製造一些氣氛 你知道白宮現在很多問題 所以在製造氣氛 我都說中國人說的時候 一仗無能累死三軍 真是累死三軍 我回來看到現在 而且我前一陣子有一篇文章 又推上了很多這些文章 大家美國軍事的欄 有機會大家可以看 他就怎麼樣呢 他就變成五國大樓 五國大樓那裡 他就被奧巴馬來 被這幫人搞到有變性 又什麼 又DI 整天都弄著那些東西 五國大樓不是軍事機構 因為五國大樓是文職人員管的 是 那就跟軍隊脫節 脫節呢 軍隊有軍隊坦克 那些步兵 大家的軍事院校 現在就把那些DEI 就是他們叫做 等於diversity 多元化什麼什麼的 拋了軍隊 軍隊就不知所措 因為軍隊傳統的男人 要聽命 聽命的打仗 現在被人告到飛起 就是你的女兵下去 哭你們的軍事長罵 傳統就罵開了 就是個個兵都要罵 你看電影就知道 又告性敵歧視 又告種族歧視 變性人又說不給他們單獨廁所 又說什麼 總之就亂了 我不知道 美國軍隊 我都不知道 招不了兵 現在說 握飛機的人都不夠 全部招不了 個個兵總都招不了 很簡單 就是傳統美國兵 在電影也是見的 白日男性勞動人民 就是中西部那些保守人家 最多當兵 West Virginia那些礦工 我先講一下古的歷史 二次大戰一次大戰 到美國南北戰爭 那時候挖戰豪的主力 那些煤礦工人 人家是挖慣的 那時候真的 那些西佛根里亞 他們的煤礦很深的 一深深到幾百米 那些煤礦工人 叫他轉想爆破 什麼什麼 定向爆破 那些人很厲害 那些人 現在 West Virginia到什麼地步 25%的家庭 有人參軍 原來 現在想都不用想 想都不用想 去到 哪一天跟你安一個變性的人 做頭 哪一天跟你什麼去吃 原來那些白人窮人 去到他第一個愛國 他為國家戰鬥打仗 那打仗他有個出身 他美國軍官要軍學校出來的 但是你如果升下去 打了很多年 他志願兵 打了很多年仗 你有個退休 有個什麼成理 可以讀書 待遇很好的 免費讀書 是啊 現在這樣做法 那些人真的看得傻了 所以 那些什麼LGB機構那些 不是找他進來 找他做頭 那裡是麻煩的 學校分下去 學校分下去做頭 另外 疫情那時候 有幾十萬那些 不肯打疫苗的兵 就強行辭退別人 就是強行踢了別人走 後來說 前幾個月就說 沒事了 招回來 不回來 那些保守的人 我們已經得過有疫苗 還要我打疫苗 不肯打 那就踢了出去 現在招不回來 所以現在美國的軍隊很成問題 報紙開始經常講的了 嗯 那些 現在紅海那裡 你了解到什麼情況 紅海 是啊 是 紅海也是很愚蠢的 就是美國和 那些 那些 那些恐怖組織 現在才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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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恐怖組織 那些事情 就是戰爭 這就是戰爭規矩 你如果是不去消滅那些恐怖分子 人家又見到有機可乘 就經常打你 死平民 猶疑不決 整個在阿富汗就是猶疑不決 它也不是猶疑的問題 美國自己綁自己 你本來呢 你的戰爭 美國佔領日本 為什麼不成功呢 打到爛了日本 是 麥卡紗將軍佔領日本 不多年 佔領日本 重建日本 美國不是的 美國阿富汗也好 伊拉克 現在看見就沒有了 打了 用了8萬億 伊拉克就去了伊朗那邊 他就開始要做 我有一個國務院的朋友 派了半年去阿富汗做什麼呢 專門去那些村莊 教一些婦女女權 老公打你 你來告 那些婦女跟他說 老公打我來告 老公不養 那些是傳統觀念 一定要去組織這個 結果她是一個女律師 亞裔那些是很矮的 就是一米五的 他出去教村莊婦女的時候 要派兩個兵去守護她 這些兵 這些兵每天在阿富汗 他們開銷整個兵連工資 每個兵是1700多美金 派兩個兵連她 她多一天 他這樣教一天 教兩個小小的婦女 整個美國國家要出 大概是6000元左右 她的工資 那叫她 結果整個月都出不了 為什麼呢 一定要穿防彈衣去教別人 防彈衣太長 她叫衣太長 過濕蓋頭 濕蓋挖不了 走不了路 就是 就算後來 不知道為什麼 弄了她小的 她去教 6000元一天 出去教兩個小時 還有翻譯 我還沒計算翻譯 還有翻譯 還有保鑣 講兩個小時 那些婦女說你這麼傻 那些錢是這麼小的 我去過喀布兩次 阿富汗兩次 一個美軍都看不到 個個都躲起來 就是她怕死了 每次死的人 白宮都很緊張 不敢死人 所以叫他們所有的美軍躲起來 看不到 我去過了整個星期 一個美軍都看不到 美國叫他們躲起來 你不要死 千萬不要死 她叫green zone 就是綠色 那個中間就是整個美國這樣了 做到 那出去之後 別人 你這麼說 你去別人國家 那時候1991年 海灣戰爭 老保濕那時候 他們經過冷戰 經過過來了 要不是你佔領 你走人 所以她就走人 搞定了 走人 走人 其實就 離開了 是的 又出了很多事情 被人罵 被申請罵 罵到它飛起來 一定要重新建設這些民主國家 現在搞成這樣 美國真是 整個國家給它 我不是我 我看到現在很灰 特別看到前天 紐約的法院這樣判特朗普 我真的 你聽說過沒有? 是呀 紐約是 完全說不出一條罪 一條罪都說不出 唯一是它的印象 原來那個法官的印象 那個主控的印象 完全沒有受害的人 又沒有罪的 這麼有趣 人家那個作證 那個說受害作證 它是很好的客戶 我們多要它這樣的客戶 是Dosch Bank Dosch Bank 根本就是 做多一些生意還好 人家又準時還錢 Dosch Bank Dosch Bank 賺了一個億在這裏頭 特朗普這麼愚蠢 紐約是經商的地方 紐約和加州兩個美國的經濟 engine 這樣被他們釋法 人為他這樣熄滅經濟 engine 所以你說說美國的事情有時候很歡呼 小夏不是說我種族歧視 這幾個黑妹破壞了整個美國的司法系統 整個司法的傳統給他們說 以前沒有人 以前這些是絕對不可以這樣做的 你這樣就是名誣人不就是跟中共一樣 這些人大學硬硬收 法學院硬硬收 收完硬畢業 做不到別人就懂得煽動 群眾煽動原來被選擇檢察官 整套制度 當時Tocqueville來美國的時候就說了 美國這裏民主制度是有共同價值觀的人民 才可以做到的 現在沒有了共同價值觀的 我覺得真是挺煞氣的 所以部署有多少兵 到底哪個部署呢? 有時候這個不是這麼根本的 現在這次呢 昨天那個Staphonica 這個議員呢 直接去Barr Association 告那個 告了一個星期 是 告了一個星期 因為我告訴你 我以前的律師都被人告過 哇 很嚴重的 收身危 搞到你整兩年做不到事了 你去過了Barr Association Barr Association 它不能說 偏淡你 黑人女人那些不說的 當然有啦 你說的當然是當年的美國了 你不是現在的美國了 當年的美國 就算不說別樣 10年以前 保田和那6個警察被抓了判 陪審團放了而已 但是現在不是這樣的美國 所以昨天晚上我聽了特朗普在Michigan說話 他真的把幾火 所有人都把幾火 減判法 說回頭 大家知道紐約上個禮拜 前幾天就判了紐約法庭 又不准有陪審團 判了特朗普 說他貸款 港大了自己的財產 詐騙貸款 罰了他3億5千5百萬 還要罰他兩年不准紐約做生意 還要罰他的兩個兒子不准紐約做生意 兒子和女兒 完全是無中生有的 哎呀 未見過那些這樣的 所以大家這麼說 別樣不做 這些左派州 加州 麻省 紐約 就千萬不要做生意 投資 有投資 快點撤出來 走來我們會成年可以的 不至於這麼壞的 這真是 沒有了common sense 另外你覺得那些黑人區沒有人投資 是不是有理由呢 我跟他們這樣說 你又不能說他 他是窮成這樣 沒有人投資 沒有人肯進去而已 前一陣子就連那個Walgreen 連藥店從紐約 從波士頓都被黑人區撤走了 我已經不大罵Walgreen 每天都被人偷 每天都被人搶 他不撤 所以這些東西就真是 那些妄居法 就是不能說的 我這次說 他們說 反而現在說要捐錢給特朗普 不只是捐那3億多 要直接捐足30億給他 讓他肯定要他選中 很容易的 美國如果說要捐回30億美金 不是這麼困難的事情 還有一個 我看到新聞 但是我沒有最後去confirm 我沒有空 就說特朗普賣了他的True Social 被人合併了 他賺了40個億 是啊 是的 是的 是賺的那些股票來的 那些股票升不了 是 賺了40個億 那就不知道了 如果是要賺到底他賺的 真的是 他是有錢的 他是有錢的 不過這幾年就沒什麼去做生意 那就交了給兒子 就沒什麼那些發達的東西 但是其他的人就發得不錯 這個對他來說錢不是的 這次這個案子他會上訴的 不過暫時都要拿錢出來 叫做等於是擔保 抵押 抵押 那些有的 有些公司特別做這些的 不用拿三億多出來的 差不多拿兩三百萬美金出來 就買了那個保險就放在那裡 他就幫你專門做一些 有些公司在那些 在紐約那個監房旁邊的那些 叫做Bail and Assurity 叫做Bound 叫做Bound Bound 就是專門單保錢來的 就是那個保釋金 保釋金 我不知道他們這些怎麼做法 總不知這件案子搞到 還有 不是是好事來的 好事來的 這些要暴露 那些亂來的 暴露出來 那而且最重要 不要影響到他做總統 那就可以了 那這些東西暴露出來 就反而不是壞事 那他最重要 不要妨礙他做總統 嗯 3月25日有審他 就給封口費那15萬元那個 是 笑話來的 笑話 真是笑話 所以我不知道了 就是你要說回頭 現在國際形勢 美國自己內亂在那裡 美國自己內亂 就是這樣 就是現在還等著 最高法院判的Colorado 嗯 如果出些問題 就是美國現在面臨很嚴重的 內亂的可能性 不過就是我們 我當然是很留意中國 中國那邊 那裡重大 又是大鑊到飛起 基本上整個經濟停頓了 停頓了 那裡最慘的 中國很大鑊 而且中國很大鑊 沒有出路那裡很大鑊 沒有人幫到他 沒有人幫到他 我跟中國那裡的人談 他說自己能幫到自己的 是 現在倒了 你看著陸地 最近倒了 就是 那些 總之 那些龐大的公司 地產公司 倒了 其實倒了 地產公司 倒了 地產公司 倒了 地產公司 倒了 中國有很多錢 損失得出來 大家都說 還有國企 那些國企 就是中國是有生意的 不是沒有生意的 中國有 就這樣說 烈勢就是政府 中國差就差 那些政府最後 全部選了這些傻傻人 全部選了這些傻傻人 出來管國家 我這麼多年 我真是中美兩國的大人物 我都認識很多 看到 我有一條很感慨 管得餐館的那個 管得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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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必管得到餐館的 是啊 是啊 你想想 你那時候在大陸 那時候 你小時候 你想想那些官員 那些人根本 那些全部都離譜 那些人根本 那些每天都喊口號 就做了官 那些先進 夠先進 夠左就可以了 現在美國也是 美國的議員 那些 我認得這麼多 總統都議員 所以見過 這些人 餐館 因為我跟這邊 很多中餐館的老闆很熟 我真是發覺 美國的議員 不如中國的餐館老闆 是啊 就是管理國家 管得一家中餐館 才會複雜到 裏面的材料 煮東西 又要味道好 又要人家滿意 又要收到錢 人工怎麼安排 跟政府怎麼打交道 稅收哪裡 所有很多方面的考慮 就是 當時孔夫子說 自大國瑜烹小線 就是這樣 但是你看到那些議員 美國百分之七十些 那些政客都是律師 那些律師 那些律師 我現在發覺世界上 我覺得 我立刻 律師是我見過最沒有創意的人群 真是最沒有創意的人群 真的 絕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受了律師的訓練出來 第一件事 第一個想法就是 不能做 無論做什麼的 如果那些開發 就是你做生意的那些生意人 那些事情可以做 大家想怎麼做 就是想怎麼做 是啊 坐下一個律師 坐下一個律師 就說不行 又犯了一樣 又犯了一樣 又死了 你想失敗就找個律師來 你想談判失敗就找個律師代表你 實在是壞的 實在吵架 吵架收場的 所以你們廣東人是明白的 實在為什麼廣東現在可以這麼厲害 經濟這麼厲害 就是那些人拨命在想 怎麼解決問題 就是英文叫做solution 怎麼解決 懂得怎麼解決問題 你說他大聰明又不是 但是他總之就解決了 走得通為止 那些是大智慧來的 那些是大智慧來的 就是你一個人怎麼解決到各方面 不要插掉他肚子 前後左右全部都能想到 那些律師就跟你先想 哪個是添 你走那邊是添 走那邊也是添 你跳不跳得過去 不要跳 跳你犯法 那就大家坐在那裡 所以美國 最後美國律師治國最開頭很多律師 我覺得美國最初律師治國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真是建立一個法治國家 人人都守專紀守法 但是美國的法治 它是有州 它有很多創新精神 所以它的律師 在早期的時候 它又不會做到 妨礙不讓你做事 現在不行 現在晚期 癌症晚期 我覺得這些律師是癌症來的 你剛才說做餐廳真是不容易 你說Margaret Satcher只不過是一個商店 有什麼就給你什麼 做餐廳要做成多道菜那裡才難 而且不是一道菜 它整套菜要搞出來的 到最後你就看到現在 你說這幾個黑妹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這些是癌症最後 身體發了黑的部分 原來一直發下來 我看著幾十年 從他們把這些人 從法學院一路培養上來 我那天就看見 潮治亞的Fanny Reyes那些作證 簡直就是殘雞婆在街上 那天我們說的 我突然說 我為什麼留民地貓 成了檢察官 成了法官 成了律師 你真的 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留民地貓這樣掌權 你每個人都不安全 那目前起碼是他們掌權的區 每個人都不安全 大家其實都知道了 出街被人搶 搶都沒有人理 你自己有什麼事情 沒辦法去說 所以大家都走了 美國用腳投票 就投走了 走了 但是你現在看到 川普他們做生意幾十年 做開紐約而已 現在當然不做了 當然不在那邊做 但是這幫人 將他們自己所在的地區 真的做到全部 藏污納窠 就是 罪犯是很多的 但是他們用很多法律資源 專門做 專門把他們自己的生意趕走 這些破壞 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是啊 破壞得很厲害 現在就算走 不說第二 我自己住在華盛頓 華盛頓東區已經破壞了 破壞了 難得 那天我朋友過去看一眼 說我非洲過來都沒那麼壞 我說非洲現在也不是不壞 真的 所以很感慨 現在做節目 慎了 禮拜日應該是這樣的 還說回新年流流 都在慎了 不是 沒有人這樣自己傷害自己 不過老實說 大陸完全一樣 大家都在自己傷害自己 共產黨自己傷害 他先傷害人民 傷害了人民 將自己整個統治的基礎削弱了 之後跟著就 其實你鄧小平改革 中國人現在說怎麼樣 沒有別的 政府不要去干預 不要理的 你不要理那麼多 不要理那麼多 我自己管 這樣就不行了 跟著政府是要管 一直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中國 中國人真的沒有得救 為什麼呢 就是釋管國家的人 全部排斥了 走不上去 大家有問 現在全球發 那天先說說那些人 現在走都潤不出來了 我說潤不出來了 現在中產階級走來美國 我說那些 不是那麼中產有些錢 全部都走了 早都走了 人手到有外邊的護照 真的有錢的那些 都走了 那時候 2012年開人大先說 什麼人大代表 百分之七十左右 有外國的綠卡 在國籍的 是 是 是 小雅 我想問問你 你覺得 習近平 明不明白他做的事情都沒有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這 就是 各樣的事情都做不行 到底他知不知道 他知不知道 說知道 又真的不知道 說他不知道 你又不能說 為什麼呢 就是他們那些路 越走越窄那些 等你走到掘頭巷那麼窄 你明知道前面死路 你走哪裡 後面也是死路 他自己把那條路走得那麼窄 有時候你走路越闊 你走到這裡 他沒有選擇的 習近平沒有選擇的 你選擇什麼 他最初 我們講習近平一連一講 2012年的常去 他怎麼做 他有沒有選擇 他可以選擇 我錦濤做兩屆下來 可以選擇 就是胡錦濤說 我們不折騰 小折騰些 或者可以選擇 要稍微去反阿富 整些 他是要選擇 國進民退 是要選擇思想控制 控制完之後 你知不知道 到2017年 再上去 然後 怎麼說呢 他有得選擇 香港他可以選擇 不去這樣做的 他可以選擇 香港人又反對我們大家 說好了 原來2007年 有得雙普選 2017年雙普選 香港人很聰明 香港人不只於被雙普選 他又要退回來 不是這樣的 這麼多年 香港也沒有這樣 他有選擇 他只是要選到國安法 到最後 是死路 大家都知道 選了過去就是死路 中國那些 也是選了過去就是死路 鄧小平那些人很聰明 我先說回來 不是說怎樣 六四 死路來的了 六四 六四鎮壓完之後 全世界拒絕你 當時中國那些 那批左的 一路上去 鄧小平做什麼選擇 這個真是聰明 他選擇了江澤民 江澤民在上海做過 鎮壓學生做什麼 但是江澤民是崇洋派來的 絕對不想和西方搞壞關係 他選擇了朱鎔基 朱鎔基做過右派 朱鎔基絕對不想回到共產黨的路 懂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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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選擇九二南巡 九二南巡 我們現在大家千富起來 又知富 大家去賺錢 他沒有去選擇 六四賺錢 還有這麼多人反對我 跟著去抓 他跟著抓了很多下方共產黨 也跟著抓了一排 然後你想想90年代 很多人放了絕大多數人 大家去發財 他是選擇一個有得收有得放的路 習近平呢 他懂得轉換 他懂得補獲 懂得補救 現在這個人就完全 這個人好像不行 這個人完全 他不知道自己錯了 第一 你不要說 不要不補獲 他知不知道自己錯了 錯了就錯了 哎呀 我可以想在他的地位 他可以跟他解釋的 知道自己走到沒有路 那不賴我 鬼舉的人貪不貪得這麼厲害 我一定會弄回他們 他自己正確 是呀 昨天跟那些朋友 北戴的朋友 當初那些人 講起習近平 有些人都認識他 北京都是這麼多人 講起身呢 他是五三年生的小學年級 在大院大的 我還認識一個朋友 跟他住一個大院的 那時候呢 因為那時候是小學生 高中生 中學生第一個線 中學生是紅衛兵 小學生叫人家 帶不帶你去玩 他呢 當時 他小學生 人家覺得 因為你年輕 而且家裡是老爸坐牢 不帶你去玩 他就經常想跟著人家去 你如果對比一下 你知道薄熙來 薄熙來當時高一生 薄熙來的幾兄弟 薄熙成薄熙 薄熙來的三兄弟 在南四中 是紅衛兵創始人 當時很牙策的 所以習近平很受傷害的 特別後來說 他媽媽又去揭發他 那些事情 他很受傷害 從小時候 北方人叫爹不肯養 沒有人喜歡 沒有人理會 那些感覺 是的 他的個性 你看看 做官的時候 他相當圓滑的 他不是沒有彎轉的 但是他這些人 其實是不懂得做頭的 在共產黨裡頭都不懂得做頭的 就是共產黨裡頭 任何地方做頭都有一些氣勢 所以他又沒有自信心 強行做一些氣勢出來 哎 現在真是頂不住了 他做一些氣勢出來 但是之後 那件事不活 他有沒有轉彎 沒有轉過彎 是吧 他沒有定轉 轉四邊都是坎頭的 現在自己走到最迫窄的地方 就沒有定轉來轉去 沒有定轉 你轉什麼 就是他有沒有能力 比如中國現在 這些場 怎麼說 是沒有地方出的 是他不會出的 中國現在四面那道場 沒有定去 要改變中國 你第一改變 不是說你租多少錢 在經濟上 而是人們這麼興奮 想不想在這裏生活做事 如果有人興奮 比如你現在說 我這樣說 你開放一些媒體 被人翻牆 人家興奮吧 就算是喊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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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是為了中國聯通而動的那些 不知多少錢回來買這些 你有機會吧 你就算不是 你自己笑面人人出來 出貨 就是他去了美國 跟拜登那場也沒有用 你又不像 真的江澤民樂得身段 又唱歌 又背獨立宣言 美國人都做 他又做不了 懂做的 你親和別人 你又做不了 世界上你又做不了 國內你又做不了 我不知道 如果讓我跟他出主意 好像那天 我們大家學會說 八眼我去採訪他 他又不斷接受 我一趟採訪 坐在那兩個小時 聽著大家互相說 那你形象完全不一樣 他當然不敢 你先提出來 誰知道這些事情很難說的 有時候 神推櫃 剛剛那個時候他需要 他需要有時候 不是不是不是 他想不想 突然間有這樣的需要 他要跟全世界說話 所以他又不懂得說 而且他採訪 那些人 我看新聞界看 又完全不懂得問 不敢 不敢 你第一個問題 你想回來 你就去問我剛才說的 習總書記 中國現在經濟到這個地步 你覺得你有多大的責任 你敢不敢回答 我的問題都給他 不是 小孩 只是你夠膽去問 不是說笑 他抓不到我坐的 如果碰到這樣的需要 你就是最對的 我又不會對他不禮貌 那你問的就是 人家每個人都要問的 是啊 我又沒有老闆來管我 Tucker現在之所以這樣 因為沒有老闆管 以前那個時候 我真的 郭文貴剛剛問幾句 我真的剛剛要問到 中國的國安 你怎麼白手套 怎麼轉錢出來 真的卡了我 剛剛要問到那個部分 我的準備好一些在這裡 我就要問他 就是很簡單 中國國安 我已經問了 他聽著我 後來就知道 聽著我問了那句 就不行了 一定要斬的了 我就問 你呢 既然是這樣 你跟我說 你在國安裡看過 我的檔案 看過什麼 你可不可以跟我說一下 中國的國安 是怎樣監視異議人士的 哇 華盛道那邊 真是 立即我不知道 哪裏跳腳 有人跳腳的 他們知道我的採訪計劃 下面我就問 大家都知道 你跟中國的國安關係很近 大家也知道 中國的國安和公安部分 偷了這麼多錢出來 你跟我說的 他們是盜國賊 你可不可以給我具體說一下怎樣盜法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這樣 問習近平 又不是他錯 是吧 又不是你賭 又不是你賭 又不敢了 不是啊 北京緊張 所以立即要把我解僱 問習近平 很簡單的 你現在計劃 你認為中國是否走到死活塘 中國經濟這麼硬的情況 一二三幾個數據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有什麼計劃走出去 你為什麼認為你的計劃可以成功 政治外交的幾部份 大家一人問一部份 是要這樣 任你說的 很實在啊 這些問題 我好像Tucker 我看Tucker的所謂那張 後來就 那些人說Tucker 你為什麼不跟他吵架 Tucker說 我採訪他 我不是走來跟我吵架 說我多厲害 我要看他 我都是這樣的態度 就是要採訪 你很多的記者 不是挑戰他 不需要挑戰他 只是大家說話而已 說到話已經很好了 是啊 很多記者就要演一下自己多厲害 其實你是想 就是想他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 我又看了一下Tucker採訪普京 挺有意思的 嗯 你是要給他一個機會說話嘛 他也有自由的嘛 我都不用自不自我 這麼大的國家不說 大國怎麼說呢 在領袖之間 不說說不是選擇來的 不說說就是大家死胡同領袖 所以 現在美國 現在美國 我看電視台 沒有什麼真的懂得 就是除了Tucker 沒有什麼幾個人懂得訪問 以前又有Wallace 這些人 現在沒有什麼人懂得訪問的 現在沒有人敢 你試一下 你拿誰來 CNN那時候說 真的 記者就上去說 給Trump做一次Town Call 當晚收視率翻了三倍 回來那個記者被人罵了 那記者立即轉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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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切說我一定要打到你扑街 你解釋得好 也是有你解釋的問題 但是很多事情 我看到Tucker問土經的問題 也有一些 他的歷史功課還沒有足夠 嗯嗯 那是很難足夠的 你真的除了歷史專家 普京比他懂得歷史兵 不知道多少倍 比Tucker多很多倍 他心度也有心度 那也不是這樣 因為普京就好像我 你坐在那裡 如果坐在那裡 我中國歷史當然是唐朝 漢朝 原名稱我可以一直 一六四四年畢業 我可以說很多 因為我是中國教出來的 那我知道中國的perspective 是不是 Tucker不是 所以普京比他數了半個小時 普京其實說了很多話 沒有不同意的 他中間說穆克蘭的歷史 那些是俄羅斯一邊說的 最早俄羅斯是基庫大公 諾斯德、福羅德 那些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可以說的 但是你可以 你知道的情況 你就會問一些問題比較準 那些就不說了 那些是另外一回事 沒有記者什麼都認識的 我講回新聞 我有一個事情 今晚我不知道是否明天早 我可以和 明天早就是星期一的 香港星期一的夜馬克 是的 我現在正在準備 最近因為做AI 前天他們 OpenAI推出了Sorrow 我一看 糟了 我這麼辛苦 做電影 等等 但是它現在還未開放 你還未拿去做 但是我知道這個概念 我現在是Beta 是不是Beta 是Beta 那些我不懂 不知道是否 就是有時候拿來給你試一下 Beta 哦 還未試出來 我還未試出來 但是它的概念都出來了 是 是 那我原來真的很多時間去做 那些 現在發覺就很容易 另外呢 因為前一段 出了 那些人工智能 出了這麼多 我就拿來做彭定康 做什麼等等 在做電影做 不如我的Patreon的東西 我可以做成新聞package 因為有個問題 現在Patreon的文章 第一個是比較長的 我選一些很深入的文章 聽了十幾二十分鐘 就聽到人眼睛了 另外這個presentation不好 我現在做了一些機器人 重新來做新聞主播員 我現在試著 今天一早五點鐘 排在身上試著 試完了 我已經試了兩個星期 我找來那個女兒 早上做到五點 因為她做的事情停不了 先放一些神秘點 可能我今晚或者明天早上 我就可以放出來一個普通話的 粵語還不可以 粵語難很多 為什麼難呢 粵語不標準 粵語文字不標準 文字轉換音的時候 要將粵語寫法 有些字又不準 情形全力 真的錯得很交關 講和寫完全不一樣 所以出來粵語很可笑 我照她用國語寫的讀 預約出來很怪 所以我可能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搞定那些預約 但是大家有新問題 好的 這個很少人可以搞定一件很多人做的事情 是啊 是啊 我做搞定之後 那些產量 我是三個人的產量 包括我自己 還有兩個人 我們的產量超過美國之音100個人 都要好過她 好 明天你會把連結上來的 明天我會把連結上來的 OK 是啊 我今天一天都要不停在做我的語言 那些機器人的語言 是你要去訓練的 是 每次一篇一篇稿 一個一個改 哪裏讀得甩 哪裏訓練了 一直要訓練到順為止 所以呢 為什麼要整晚訓練呢 這個版不行 那個版又不行 那個版又不行 你說睡到 那些版還不行 那我先睡覺 下次明天又重新來過 不行 所以 超超的 版就是那個expression 就是那個表情 口容 口容 表情 手勢 是 很好玩 我訓練了一個鬼妹講中文 難很多 因為中國人的口容 她已經差不多有預備 但是我覺得 比較好玩 你也是講外國新聞 好啊 明天看一看 明天看一看 好啊 今天講到這裏 OK 今天講到這裏 OK 各位觀眾 馬安 馬安 拜拜 拜拜